那个小姐晚上好 老公好 老公好 说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肯定来一道 搞黄色你 干嘛哪有 这不是想跟你家学校聊去吗 不行 你别 你别讲话阴阳怪气的 别 干啥呀 得病了 哪有 哪有 讲话就好好讲 非要讲个阴 干啥 装装 装萝莉呀 装萌妹子 知道了 但是我 我说话不是萝莉呀 你不是萝莉 那你是什么厉害 我应该是一个 少女偏域吧 还少女 我看你是少妇 还少女 家住哪里呀 都大了 干嘛的 大不大 大不大 你再说一遍 我给你举报了啊 我说你多大了 怎么了 我多大了 对啊 我的声音很好听吗 你听我的声音 会有反应吗 那有还是没有呀 有还是没有 我怎么知道 是有还是没有 什么意思 还可以啊 长得还挺好看的 有没有整过容 没有 可能都没有 没有整过容吗 嗯 那还挺好看的 小姐 你刚才说 你有什么特长来的 我毛特长 不对 我没毛特长 算吗 你没毛特长 嗯 你刚才说 你刚才有个停顿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没毛特长 我是像你这么说的话 其实我老板 其实也有一个特长 你猜一猜老板 什么特长 嗯 你 那你说这句话 我想说 你现在蛮特长 什么事 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老板 有一个特 有一方面特长 你这么说 你的小姐 平时车开多了 平时 像我的 像我的职业 是割皮的 对吧 像因为 包皮吗 我是给 对 割包皮的 像你们女孩子 是割双眼皮 我们给男人 做手术的 像有些男人 他觉得 他本身可以跑800米 但实际上 只跑了600米 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给他加油打气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 好吗 嗯 800米 600米 让那个 让这个 病人 重获信心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就 变得持久 变持久也太久了 你在想 比如说你 以后找个对象 可能说 有那方面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 我们是属于是 买一根 送一根 割一送一 买一根 送一根 割一送一 那也太瘦了吧 正好搞活动嘛 割一根 送一根 好老板 偷偷走一 哎呦 什么意思 嗯 嗯 就是 你关注我的话 我给你们找小姐姐 把你们缩小房子 按一对一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直播间都是老师啊 你不要搞啊 我感觉你这个照片 前面后面 还感觉不一样呢 你这个前面后面 哪里不一样呀 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 对啊 是啊 兄弟们 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 感觉不太像呢 感觉跟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给你 发一个 我录的小视频 哦可以 感觉不像一个人呢 十号 你给你关注一下 我可以带你找小姐姐姐 长得有点成熟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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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我二十四岁 二十三岁不符吗 不像三十二岁 像二十三 三十三岁 像三十二岁的 你这个妆容 感觉你不太 换了自己的妆的 有点可惜 嗯 那行吗 那就先这样吧 好吧 小姐姐 咱们有机会 再深入了解一下吧 我可以 我可以